经过了五年的工程 大日子终于来了 在1868年6月9日 这座华丽的圣堂要举行祝圣礼 欧培拉神父也曾经益述当日的圣放 当时的事我还记得 包斯高神父喜极而泣地踏上主祭台主持尼撒 在圣母进教之后充满爱的目光中 奉献了这个圣堂的手制 当时这里充满着歌声 是隆重庆祝的一部分 看看我的左边 在上面的柱顶 你会看到一个拉丁字 神圣 这个是一篇赞美圣母 和祈求去转土的对经开端 这篇拉丁经文围绕着整座的圣堂 现在就等我为大家翻译一下这篇的经文 圣母玛利亚 求你援助贫困的人 坚强怯落的人 振奋疲倦的人 并为众人祈祷 为神职人圆转土 为妇女代土 拯救所有罪人 和所有祈求你神圣座右的人 阿玛 这篇对经源自十一世纪 甲利哀怒神父在庆祝这个圣堂落成的祝聖礼中 他将经文配上旋律 由三个歌泳团 一共约有四百五十位团员献唱 歌泳团分布在圣堂的不同位置 他们透过一些电子仪器 来跟着甲利哀怒神父的指挥 同时献唱 当时有一百五十人 站在这里围绕着祭台 南高音和南低音 象征着再世的教会 而上面圆顶塔的那条桥 当时站了二百个小朋友 象征着天使和天上的教会 而圣堂的后方 圣门上面 这里原本是圣泳团的位置 当日就有另外一百位南高音 和南低音在这里 象征着炼肉的教会 在大殿东侧的庭院里面 有一块石碑 是为了纪念教宗方济国 在2015年6月24日 来到这里 出席鲍斯高神父 二百周年诞辰的庆典 教宗到访的时候 鼓励池友会会视 要忠实地继承鲍斯高神父 的三个白色遗产 第一个白色遗产是拥护教宗 拥护教宗并非敬礼特定的教宗 而是拥护基督在世的代表 另外两个白色遗产 分别是孝爱圣母和热爱圣体 这三个白色遗产 源自鲍斯高神父的两柱旗梦 梦中象征教会的巨岚 是八多六的船 南掌是教宗 教会这艘巨岚陷入苦战 敌人攻击教会的领导 他的教导和使命 教宗设法地保持航线的稳定 领导教会 将船矛接驳在圣体和圣母 这两个圆柱上面 下一集会介绍大殿里面的小圆顶塔 上华丽的装饰与圣母的关系 给你继续